客戶只要付一千多元 我們已經可以24小時內 幫餐廳做一個電子化的轉型 不論時間 不論地點 就可以找多了生意回來了 近期的香港市房 和現在的社會環境下 覺得我想進去的時候 可否減少跟店員面對面的接觸呢 吃完東西就用電子支付來付錢 埋單走人 我們一個叫做ODO 自己點的產品 我們就用一個遐音 自己點 就是用自己的手機來點餐 我們整個後台的配置 和我們用的落單技術 都是用了Microsoft Azure的雲端技術 說一些例如速度 記憶體 效能方面 是很靈活地調整 不需要下載程式 即使探索了QR局 已經帶到網站 已經有那間餐廳的餐牌 可以落單 食客的體驗 其實會更加覺得全面 我們都是亞洲第一間公司 可以在網頁上 做一個點餐平台出來 而點餐平台是博了Apple Pay 和Google Pay 即是說客人 其實點完東西吃之後 他不需要再輸入信用卡號碼 吃完東西就可以離開餐廳 當一間餐廳的顧客 用餐時間短了的時候 原本做到一輪生意 現在就可能做了兩輪生意 那幾間外送平台 都有跟我們合作 我們跟這些不同的外送平台 就做了一個整合 他們的單是直接集中在 在我們餐飲網的收穩機 變成可以在同一個版面上 管理不同外送平台的單據 但現在因為客人 下不了食飯 反而是他的機會 他就可以將業務 在這個情況下 反而是擴張 而不是想怎樣去收縮 Hello 我叫蕭瑤瑤 我是元卓集團的董事 我們有一個舊同事 他就很推薦我們用Everywhere 客人可能已經排隊等了一陣 已經不耐煩 你下來還要等同事過來 如果有個選擇 讓他們自己下單 那整個餐飲的經驗 就會更加快 而且他們會更開心 我剛剛想到餐飲網 一個很有用的東西 就是他們的報告是on the cloud 即是你去哪裏 用什麼搜尋登入 你都會看到報告 其實這樣是非常好的 這樣就可以在每天的時段 Live 去看到那些銷售 這個是對我和其他管理人 是很有用的一件事 只要付1000多元 我們就已經可以24小時內 幫餐廳做一個電子化的轉型 可以幫他們全方位找生意 包括在店內 數QR Code落單 店門口數QR Code 做一個外賣自取 甚至乎客人在寫字樓 或者家裡的時候 已經可以做到一個預訂的功能 其實一般來說24小時內 我們就已經可以幫他們 啟動到這個服務 後來AUD 入塑 打 入塑 入塑